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玩具一群园。 这是凯迪猫的泡澡球,里面是迷你的过家家玩具。 有杯子、茶壶、碟子、叉子、还有杯子蛋糕。 是一个粉色的泡澡球,草莓的香味。 再看第二包,是三粒鸥的人物。 那它们都打扮成了可爱的小鸭子。 泡澡球有两个种类的,不同的颜色。 那对应的玩具也是不一样的。 这个珍珠白的是特别的小鸭子。 下面黄色的比较多。 诶,我们这个是淡淡的粉色的。 再看第三包,是什么呢? 哈哈,这一次它们都变成了面包呢。 泡澡球也是有两个种类的。 那粉色的对应了这四个。 橙色的对应这四个。 我们拿到的是粉色的,又是草莓的香味。 最后一包呢,是它们都变成了小鲸鱼。 蓝色的清凉的泡澡球。 里面还有金色的小鱼呢。 看看这些人物。 那你们喜欢哪一个人物呢? 是薄荷香味的泡澡球。 我们先准备一盆热水。 放入这个鸡蛋形状的。 一下就融掉了。 哇,好香啊。 再放蓝色的。 闻到了薄荷味了。 把剩下的两个也放进去。 我们看一下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颜色呢? 玩具冒出来了。 泡澡水变成了紫色。 诶,看,凯迪猫在钓鱼呢。 它钓到了一条金色的鱼。 这个是双子星里面的男孩。 它叫什么名字呢? 身体圆圆的。 好可爱啊。 还有一条是美乐蒂。 它带了蝴蝶结。 有啊,有。 那对应的是第四个。 凯迪猫做作业的时候突然饿了。 我们给它端来了一个蛋糕。 这个也是美乐蒂。 中间好多草莓味的奶油啊。 那对应的是第三个。 凯迪猫看了很久的电视。 给它喝点水。 它的被子真可爱。 装的是红茶。 还有个大大的蝴蝶结呢。 那对应的是第一个。 你们想拿到哪一个呢? 可爱的小鸭子过来了。 这是双子星里面的那个女孩。 它打扮成了一只小鸭子。 那对应的是第三只。 好想拿到凯迪猫的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泡澡球玩具。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。